大家好 欢迎来到乘书妹 我乘老师 在美国很少有专业 毕业就能拿到十万年薪的 最近这几年有大火的两个专业 一个叫商业分析 一个叫数据科学 毕业生确实就能拿到十万年薪 而且这两个专业 他的工作的需求量还非常的大 对外国的这些留学生还非常友好 所以越来越多的学生对这两个专业方向感兴趣 我今天就来聊聊这两个专业的具体的情况 商业分析和数据分析到底是什么 对吧 另外是各自专业的院校的排名 还有他申请条件是怎么样 该怎么准备 需要什么样的先修课 什么样的本科的专业可以读 第四个就是就业的前景和核心的技能 好 那么首先商业分析和数据科学 商业分析叫business analysis 数据分析叫data science 商业分析简称叫ba 它是以商业的知识为基础 数字和编程的技术为依托 它从数据分析的角度出发 为不同的这种商业决策和发展提供数据的分析的基础 从而在商业的应用当中产生这个作用 所以一般的BA的专业都设在商学院 你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非常和技术结合的轻型的MBA 这是这个BA 数据科学data science简称DS 它是干什么呢 它是通过数据挖掘数据处理还有分析 从数据中获得这种潜在的信息 就以前咱们说的这种数据挖掘data mining 对吧 它主要研究的内容就是叫所谓叫predictive analytics 就是预测未来的趋势 还有叫descriptive analytics 就是过去和正在进行中的事件当中的趋势 还有一个叫prescriptive analytics 就是说是找到最佳的措施和优化的结果 那因为这个DS的应用 它不仅在商业的领域 它更广泛的在比如说在保险公司 或者你是医疗健康的数据 对吧 那么它用处更为广泛 所以这个DS的专业 它一般的下设在工程学院或者是文理学院 不在这个商学院 那么第二个讲一下大家特别关心的 就是BA和DS各自的这个专业的学校的这个排名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BA的排名 我们看一下这个QS世界大学上BA这个专业的排名 在美国的 那么在这里边我们看这个排名 MIT UCLA UT Austin 南加大 它占据着的 它是全球最佳的这个商业分析排名的这个前十位 那么MIT它已经连续四年居于这个榜首 MIT它不仅工程好 它的这个Sloan商学院也非常的好 还有呢 这个UCLA呢 它虽然在2019年还没进入榜单 但是它后来居上 对吧 那么前几名就是MIT UCLA UT Austin 南加大 还有这个WASHINGTON 这几个学校 整体的有前50排名 大家都可以在这看得到 好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DS DS看一下US News给的这个DS排名 那么在这个排名当中呢 伯克利排的是第一 MIT排的第二 坎吉梅隆排的是第三 然后呢 是斯坦福密质根安纳堡 华盛顿大学 乔治亚理工 德州的Austin 还有平斯顿 那这些呢 也都是非常顶尖的学校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在这个DS呢 它是更偏重于计算机和工程 所以很多的工程的大校排到的是最前面 对吧 你这个伯克利啊 这个MIT啊 这个坎吉梅隆啊 这都是工程的大校 是排到最前面的 那么呢 这个BA和DS 它申请条件都有什么呢 这两个专业呢 它申请的Master 就是硕士啊 条件基本上都类似的 但有几点呢 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呢 就是标划成绩 一定要看清楚啊 哪个学校是收GRE 还是收GMAT 他有的学校呢 只认GRE 不认GMAT 所以呢 千万不要搞错了 有的学生也问说 哎呀 现在有的学校不要GRE了 还是不是还要考啊 你说想身这样的大校竞争强的 那你最好还是有个GRE 那么第二呢 就是它的先修课 那么BADS呢 它一般的先修课呢 都要有 比如商科的基础的课程 比如像宏观经济学 还有呢 这个数学的统计类的基础的课程 比如说微积分啊 高数啊 线形态数啊 概率 还有呢 计算机类的基础课程 比如C语言这些 所以呢 你可以简单的认为呢 它有这么一个公式 就是BA呢 就等于呢 是40%的数学 30%的计算机 加上30%的商科 它呢 是非常偏重于这个数学的 因为你要用这个数据分析的 这个手段来做这个商业的建议 那呢 DS呢 它是30%的数学 50%的计算机 然后20%的专业背景 所以呢 你要是做数据分析 或者数据挖掘 数据科学家 那么你一定要在这个计算机方面 是要最强的 有50%的这个专业背景 那么数学第二 那么你至于对商科这些了解不了解 不是那么的重要 好 那第三点 就是它的课外活动以及背景 那么很多的学校呢 它是要求呢 你有一定的工作机缘 你不能光是有书本的 对吧 因为呢 你是要作为这个 你比如BA 你要作为这个咨询师 要去到人家公司里 给人指导 他的商业的业务的 你要给人提建议的 你不能说 我校外的东西 什么都不知道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人家公司不要你 那反过来 他学校 他也不太会愿意要你 那你这个DS呢 也是我通过数据 我是给我们的公司来预测也好 给这个分析现在情况 我也要是了解这个校外的这些事情的运营的 对吧 那么呢 所以他这个很多学校都是要求你有一定的这种工作经验 实习经验 科研活动的经验 或者明确的说呢 就是你一定要有一定的个人成就 所以呢 大家呢 就是一定要尽早准备自己的这些科研活动 或者是企业实习 那么呢 很多情况下 就绝大多数情况下吧 你要有一定的这种工作经验 科研经验 实习经验呢 它是加分项 那第四点呢 就是面试 它一般的会分为这个机器面试 或者呢 是招生官教授的这个面试 那么呢 这样呢 他更多的是要考验的学生的这种口语表达呀 还有这个专业知识的这种综合的能力 因为呢 这两个专业呢 他都不像你是完全的这个编程 对吧 那么他都是要跟这个公司的内部 或者跟客户呢 要有这个很好的沟通的这样子 因为你去给人要指导这个商业的运行 你要发现这个商业的规律 你肯定还是要沟通的 好 第四呢 我讲一下呢 BA和DS这两个专业的就业前景 还有核心技能 那这个BA的就业 一般的这种起点呢 就叫商业分析师 他主要是沟通的这个产品和商业 这个业务的这么一个桥梁 他处理商业业务 直接相关的这些数据啊 比如说这个公司不同的产品线的收入啊 销售的这数据啊 客户的数据 他工作提交呢 一般都是定期的 给出一个分析的报告 或者季度的数据啊 从而支持这种市场部门啊 公司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决策 他主要的就业领域呢 就是偏商业 比如说在投行啊 四大啊 咨询公司啊 科技公司啊 当然呢 还有很多的电商啊 传媒公司也需要这样的人才 他从事的职位呢 多是这种 就是数据分析师 统计分析师 咨询师等等 那么他必备技能呢 就比如说像有SPSS啊 Python啊 还有R语言 这些基本的编程处理的这些能力都需要 那这个DS呢 他大部分岗位呢 是在公司的这个IT部门的下面 因为他岗位的要求呢 是要更多的技术性 他主要呢 比如他是建立模型啊 特别是我们常说的 这种机器学习啊 或者数据挖掘啊 他就要经常用到这些 用已有的数据呢 来预测 未来的数据趋势 他能够为业务部门提供这个决定 所需的这些一些建议 他主要的领域呢 会更为广泛 比如包括IT啊 生物啊 生物医学啊 互联网啊 金融啊 零售啊 游戏啊 这些行业当中 那么DS他必备的技能呢 就比如有C啊 C++啊 SQL啊 Database啊 就数据库啊 那还有编程的这些技能 那他呢 要有基本的这些建模的这些能力 所以他是相对于更加的应分 那我最后再叮嘱几句呢 就是这些大热的这些专业啊 他说明了这个岗位的需求多 他就业的前景好 但同时呢 他也造成了申请的人员众多 对吧 你这个顶尖学校的这些项目的竞争性呢 当然就更加激烈 所以你要想决定 如果想申这个BS 就是BA或者DS 那么呢 你一定要把先修课来这个修好 尤其呢 是数学啊 计算机和商业的这些专业的课程 那同时呢 在每年的寒暑假呢 都争取的有更多的相关的这些 科研呀 实习呀 这样的经验 那么积累经验 增强你的这个就业力 对吧 那说到经验积累呢 有没有什么机会呢 那这是有的 他能够让就是有这种好的这种经验呀 科研的项目啊 能让这个初学者呢 能接触掉顶尖学校的这些教授 深度参与到这个项目的学习中 那么在刚开学呢 就有同学问 说呢 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那我就说呢 我们现在呢 有一个就是最受欢迎的一个商业智能和数据分析的一个项目呢 现在又迎来了新一轮的这个招生了 这个呢 这个呢 是卡列基梅隆大学的信息与技术管理学院的教授呢 亲自指导授课 就这个CMU 那么他的项目呢 是与这个市政府和Uber公司来合作 就这个U部 他呢 具有这种实际的这个应用的意义 那以前已经开了好几期了 在这个过程中呢 可以利用这个商业的建模 数据挖掘数据分析 这些概念呢 来探讨个人这个决策和这个商业决策之间的数据的应用 那么这个项目是9月中开班 只需要8周的这个时间 目前呢 还有几个名额 所以呢 相关同学呢 可以来咨询这个学术歌 那么呢 我今天视频的讲到这儿 希望今天内容呢 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在留学美国 这个升学啊 转学啊 辅导啊 就业方面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有被开除劝退啊 这些疑难杂症 都可以私信我 我和我的团队呢 会尽量的为你解答 这是我们的主页 那么呢 也欢迎大家呢 来报名咨询这个商业 智能的这个科研项目 对我再多说一句啊 就有人就问 说哎呀 这个科研实习 它有什么区别啊 那么呢 其实有好的这个科研的项目呢 其实呢 是比这个实习呢 是要更好的 因为呢 它还是在能理解的这个范畴之内 那么呢 学校呢 它更容易理解 而且呢 现在这个校外的很多的实习啊 有一些什么 这种做假的呀 什么什么之类的 它学校没法核实 那你在校内这些呢 它就比较容易核实 好 另外一个呢 就是欢迎大家呢 也报名了本周的这个讲座 一个2000亿美元的游戏行业的大起底 那么我呢 会给大家来解读游戏相关的几个行业 包括呢 游戏设计电竞 就是eSport 动漫人机互动 还有艺术管理 这几个专业 它的就业趋势和申请的一些情况 大家呢 可以点击视频下面的 这个评论区里面的这个链接 最后呢 感谢你观看关注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